Hello,大家好,我是Dr.Solomon 又來到花藝知識點這個時候 聖誕節我們都會用很多不同的蠟燭 或者很多不同的燈光去點亮我們的作品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三個 我們如何稱呼和叫不同形狀的蠟燭 第一個就是我們經常用的 就是一個很扁的蠟燭 通常我們叫Tea Light 就好像放在桌面上一個個小的蠟燭 這麼小的就叫Tea Light 另外我們會有一些像柱狀的蠟燭 這些形狀的就叫Pillar Candle 其實有點粗的,有點幼 安全一點 另外我們也會有聖誕燈 閃閃發光的通常就不是叫Christmas Lights 因為Christmas Lights 紫的範圍太大了 這些就叫Fairy Light Fairy Light 就好像一隻隻小精靈在裡面的意思 記得了,這次我們有三個名詞 第一個名詞叫Tea Light 第二個是Pillar Candle 最後這個閃閃發光的就叫Fairy Light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Dr.Solomon 這個頻道跟大家分享所有關於花的知識 插花的藝術和所有美好的事物 記得訂閱、讚好、留言和按這個小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次的更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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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